原标题 团集火力 1936-1940年间的纳粹德军步兵团炮兵装备 在二战初期 德军的巨大成功 让全世界都未知侧目 标志性的闪电战法 完全得益于高效率的控制 控制协调配合与超强的单兵作战素质 但即便是巅峰时代的纳粹德军 也不可能将火力支援任务 都甩给坦克与轰炸机 在普通的步兵团作战方面 他们依旧需要使用团属火炮来解决问题 这里就开始从团集炮兵的配备着手 为大家介绍下 二战爆发前的 德国步兵团火炮风貌 一反坦克分队 将他们的3.7厘米 PAC 37分之36反坦克炮栓 再轻型牵引车 SDKFZ 10升 炮组人员包括炮长 一名描唇手 装填手 炮手 两名中弹手 一名牵引车驾驶员 该炮重量432千克 即使是纯手动 也非常容易移动和操纵 它长3.4米 扶桨角 零下6度至25度 水平射角为60度 从1928年开始 量产 截止1941年产量 已达集万五千多门 每个步兵团都配备有六门杆型火炮 早期型安装马车轮 本图展示的是后期型的充气轮胎 早期型重405千克 战马牵引或者515千克 车辆牵引水平射界11度 抚养射界零下10度至75度 最大射程4600米 射速8至128分钟 炮尾根据线弹枪原理设计 炮栓降下后会露出炮堂 标准炮组成员为6人 包含一名炮长 瞄准手 装填手 射手 引信装定员 两名弓弹手 尽管它主要设计用来被军马牵引车牵引 但它也被改做 艾继18部兵炮用于山地作战 展开全纹2.1枚3.7厘米穿甲弹 该型穿甲夜光弹重1.5千克 弹头重量700克 夜光剂引信位于射弹尾部 在飞行60码后会自动点燃 射弹编号为3.7厘米 PAK PVGR 3.7厘米 A.N.T.I.T.A.N.K.S.E.L.L. 该炮后机型发射PZGR 40屋心穿甲弹时 出速为762米 有效射程549米 能在100米距离上 击穿50毫米厚度的30度倾斜钢板 火炮采用线弹枪式炮弹 开火后 炮尾自动降下 弹壳弹出 然后装填新的炮弹 LEIG-18C.5CM步兵炮使用的高爆弹 HE 重5.45千克 弹壳与装要采用分离设计 图中未显示 该炮可发射高爆弹 HE 高爆照明弹 HEAI 以及用于反坦克的空心装药炮弹 三座站中的炮组 炮长正在使用望远镜暗中观察 瞄准手臂 位于炮尾左侧 装填手C位于右侧 在他们身后是弓弹手 此图显示了一个德国步兵排在移动中 与敌人交战的过程 该排是步兵连的先锋 在他推进时 他身后部署了大量支援武器 来伴随他的推进 中型机枪 中型排击炮和步兵炮 A B C D表示敌人 那位置 A B和C 是围绕地村的敌人排的前哨分队 C包含了一支轻击枪组 德军步兵排分成三个分队前进 第四部分在后防 排长在中央靠后的防卫 其他两个分队都沿着通往北方的道路前进 第一分队前进到道路右侧 第三分队向左前进 该连的主力位于13点方位 当中央阵线的三号部队通过山路时 他受到来自A点和B点的敌军的有效打击 他立即占据三点的火力位置 其机枪部署到道路的另一侧四点 总部现在转移到七点 排长发出如下命令 一分队将在A和B处攻击敌人 两分队将提供机枪支持 两分队将从其三号和四号位置提供防火罩和支撑 用于支援一分队的移动和攻击 三分队五点将对C号位置进行左侧攻击 并在六号方位部署他们的机枪支援进攻 五厘米的排击炮将从位置八项烟雾区域 一喷射烟雾以覆盖一和三个分队的移动 四分队将保持在十二号位置担任预备队 联署重机枪分队的两挺机枪将移至九号位置 如果第一或第三分队发射红色信号弹 则向其目标提供支援火力 然后他们将在完成此攻击后转移到C点位置 中型排击炮分队将从十号位置向一号位置发射烟雾弹 团属炮兵两门火炮将从十一号位置使用高爆弹 向地区敌军射击 任务完成后 第一三分队将留在原地 排长所有机枪和五厘米排击炮 将移动到BC号区域 为步兵连进攻地区做准备 支援武器也会加入进攻 德军能够在接敌之后 迅速组织机枪排击炮 炮兵火力支援 是他们能够在初期攻击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火力投送两会打的敌军抬不起头 允许进攻防步兵在防卫一 三和五顺利实施他们的行动和最后的突击 德国人认为 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是步兵作战的关键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才为步兵提供了大量机枪 烟雾弹已被大量使用 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术效果 该地图显示了在弹泽火车站以东的华沙地区的步兵行动 设座桥的东端便是苏德两军划定的停火线 一、一门3.7厘米PAC反坦克炮在桥上熄灭路上 遭遇了一辆波兰装甲车 并将之击毁 二、MG34机枪组 在三号和六号方位掩护步兵的后方 并准备在接到命令时 向前挺进到一号方位 三、步兵和I号轻型坦克 再等待挺进到桥上的命令 坦克将在通过一号方位后 与步兵在六号方位会合 并确保道路的两侧都有步兵和装甲部队的火力支援 四、另一门3.7厘米PAC反坦克炮在河地西侧开火 另有其他一号坦克部署在五号方位掩护炮组 六、第二个突击小队 跟随一辆在西侧路上开火的装甲车 七、增援部队推着自行车进入战区 八比一门八厘米步兵迫击炮 向桥上发射烟雾弹 以掩护 朝东部路上和东岸波兰机枪阵地移动的德军部队 九、重型野战炮向东部路段及其周围的东岸阵地 发起进一步的支援炮击 步兵和坦克将首先集中攻击西侧路上并将其摧毁 然后步兵将和坦克协同进军 在支援火力和烟雾弹掩护下穿越大桥 最后摧毁东部路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